居然消失的六位明星 第一位 田振曾经是内地歌坛当红的顶流歌手 也是无数人心目中的歌坛大姐大 在2001年的一次颁奖典礼上 因为自己的奖项被纳英顶替 气不过的田振直接当场发飙 摔掉话筒转身离去 如果这个奖是公正的 请把话筒给我打开好吗 打开话筒好吗 请让我们的音乐响起好吗 我们来听 不对 我如果对这奖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这个奖不灵也罢 此后再加上身体被病痛折磨 便渐渐退出了娱乐圈 如今55岁的田振与丈夫 一起在澳洲生活 第二位杨硕曾出演欢乐颂一炮而红 当时的事业也是风生水起 不过后来他多次被爆出 与女网红纠缠不清 而且还在线信令出台后 他还要求一部剧八千万的片酬 被制片方否定后直接拒绝拍摄 彻底与剧组决裂 直到现在也是无戏可拍 事业一落千丈 第三位 何晴 她是唯一一位参演四大名著的女星 也是老一辈人心中的古典女神 不幸的是 在事业巅峰期时被查出患有脑瘤 为了治病不得不退出娱乐圈 好在丈夫廖京生一直对他呵护有加 如今何晴身体已经康复享受家庭温暖 第四位 刀狼 2004年刀狼横空出世 一曲《冲动的惩罚》 丽雅主流歌手 斩获第二年的中国金唱片奖 几乎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她的歌曲 结果却因为太红遭到了前辈们的批评 被以纳英为首的同行联合排挤 拒绝让她入围内地十大歌手的评选 还嘲讽刀狼的歌根本不是音乐 一点欣赏价值也没有 她不具备审美观点 刚才说了半天 就是刀狼的这个销量呢 我又闭嘴了 她的确我们谁都没卖过她 可是咱不能干光靠销量 不善于争辩的刀狼无奈之下 只能安然隐退 我也斗不过她的 算了我还是有演出我的进来的 你选择的是陶总 逃避 2012年后便彻底没了她的消息 第五位 林芳斌被称为最美洋贵妃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然而她却因为长得太好看 遭到对手暗算 在洗手间时 差点被玻璃片割掉鼻子 这件事也让林芳斌被吓得不轻 在那时候 她便选择了退出娱乐圈 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 第六位 阿杜 2002年 草根歌手阿杜突然爆红歌坛 她沧桑的嗓音 瞬间俘获了无数粉丝 她的歌声也传遍了大街小巷 然而突然间的爆火 却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过度的曝光让她毫无隐私可言 无法适应的阿杜患上了 严重的抑郁症 无奈 只能退出歌坛 以上几位爆红后 又突然消失的明星中 你最喜欢的